经济大事 如何评说 我们将陆续的聚焦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等一系列国家的房地产市场 今天我们首先将目光 投向美国 美国的楼市 在金融危机之后呢 房价是大幅缩水 我们能看到 以下的广告 给钱就卖 一美元 一套房 超低美国楼市 那在美国买房子 真的就那么合适 那么便宜吗 超低美国楼市 到底是传说 还是噱头呢 今天我们将就此展开评论 我们邀请到的是 非常了解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 霍德明先生 和老朋友刘哥 那节目一开头呢 我们先来通过 新闻短片梳理一下 最近中国人 和美国房市之间的关系 置身曼哈顿中心 俯瞰中央公园 坐拥繁华 想着宁静 这就是纽约新地标 最高最奢化的大楼 万五十七号公寓 貌似还能跟 卡塔尔总理做个邻居 想想内心还真有点小激动 等等 买这样一头公寓 价格自然也是不低 据说现在的住宅售价 最便宜的也得九百万美元 2012年 纽约房地产经纪人 凯文布朗 就碰到了这样一位 中国富豪妈妈 最终这位中国妈妈 乡中了一套豪宅 就在万五十七号公寓楼里 它坐落于奢侈品云集的 纽约第五大道 共九十层 尚未完工 房产总共花费 大约六百五十万美金 单价换算成人民币 大约有每平方米 二十三万多元 出于对客户信息的严格保密 凯文无法透露 有关买家的真实身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买家 已经成为 纽约房地产经纪人的 重要客户资源 前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公布的报告显示 从2012年3月 到2013年3月 中国人在美国购房的 总价值达到 123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 加拿大的第二大国际买家 对他们真的有差异的 在这幅居市场上 对于对客户的 对客户的 对客户的 11%的 售出品 对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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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住宅项目,中国公司也开始出手美国鞋子楼项目,2013年5月,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勤头的财团以7亿美元购入纽约地标鞋子楼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10月复兴公司以7.25亿美元的价格将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收入了。 片子中介绍了一个为将来两岁的女儿上大学在准备这个房子,那两位你们看到的情况是如何的,谁让人在买?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那么一说,因为其实像两三年前大家都说是叫抄底,觉得说美国的房价跌下来了以后,所以的话它的投资价子就有了,但现在的话虽然回升,但是我们北京上海我们的房子涨价涨得更厉害,那么这个时候你拿纽约这样的地方的房子, 以前我们觉得高不可翻,这房子太贵了,那么现在一看的话,其实跟北京差不多,也就是说同样的公寓,差不多的位置,你像比如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所谓的上东区,就是在中央公园旁边,很好的地理位置。 那这样呢,其实就是平均下来那些公寓的话,中档公寓六七万人民币一平米,那你想在北京的话呢,很多好的地方已经远远高出这个价格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已经接受了北京上海,这样的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的话呢,这房子的话呢,真的不算贵,那么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孩子两岁也好,或者没孩子也好, 那都可以买得好,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美国也就这样了,那或许,刚才那个老刘提到一个抄底的概念,现在抄得有点晚了,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抄到了底,什么时候是底,抄的到底是什么底? 如果你是在2009年,2010年买的房子,那肯定是抄到底了,现在呢,我得说,即使不到底,但是它升还没有升到2006年07年那个高峰,大概我去暑假的时候,在美国待了这个三个月,大概现在房价楼市应该是说,大概有样大概到了90%的地方了,好的地方,但如果不好的地方,那还是大概就70%啊,80%这样的情况。 就我们记得08年是腰斩的,也就是基本上回复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 当然纽约市特别不一样,尤其在小片里讲的,为他两岁的女儿,这个其实应该说,纽约市还是全世界都来这个移民的地方,而他为他两岁的女儿,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咱们中国现在很多也是为两岁的孩子买学区房嘛,对,为了教育,是不是,更何况,美国还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你只要在纽约市上学,如果孩子能够在这儿上学,将来哥伦比亚,或者纽约大学,甚至旁边的哈佛呀,都是可以考虑的。 可是你现在如果有钱,有个一百万美元,在纽约市买到大概也就是大概最多一千平尺的房子,和咱们一百平米,也不算大了。 你放在那儿,放个十五年,现在纽约市的房子如果是一千块钱的话,十五年以后,肯定是两千到三千块钱,所以一方面你孩子又上学了。 包括像复兴,他们在华尔街附近买那个大楼,60层的大楼,他一算那个按平米一算的话,比上海的房价要低得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既然有钱,那么以前来说的话,对自己来说,一个高不可攀的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地方拥有地产,那我为什么不买呢? 您看到的美国楼市的现状如何的?大家都买了它干嘛?而且是看投资呢?还是看什么? 我如果看,我已经是外国人了,所以看美国,还是基本上看着外国人越去聚集的地方,越也有新的资金进去的地方,那才真正有这种活力的地方。 比如说纽约市,那肯定是的,旧金山也是,洛杉矶也是,相对讲起来,西雅图就稍微少一点,波士顿也稍微少一点,但是这些城市还是要比,譬如说亚利桑那什么地方, 饿孩子这种地方,那还是它要有利,所以以我们这种所谓的新资金的概念进去的话,那还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包括华盛顿DC啊,这种地方还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新的资金进去,而新的基金,新的资金进去的话,再不然就是为商业,再不然就是为科技业,或者是为将来的孩子投资用,但是投资一定是要找什么好的大学啊,它不会到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荒郊野外的地方, 就是中国的学区房的概念在美国一样实用,没有任何的区别,而且呢,与移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住的时候呢,一定要喘吊住,也就是说,我中国移民的话呢,一定要找中国移民的地方,到纽约的话呢,就要住到法拉盛啊,那么到了美国的话呢,就很多呢,都叫就是这个,洛杉矶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印度的,包括什么其他的地方,这样的一些移民呢,都是找自己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它就有一定的刚性,它供应会有一定的刚性, 然后呢,本来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几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那其实来几百个人,就会对这个地方的房价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它新房子很少,基本上都是存量的房子,那卖家也没多少,那么只要来几百个人,几千个人,那么这个地方房价就突然一下起来了, 反倒是你在看美国其他地方,凡是没有新移民的地方,房价都非常的低,我到今年,今年秋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芝加哥,他们有朋友带我路过啊, 就是那个旁边新竣工的那些房子,非常漂亮,正在盖,那个,而且的话呢,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再进行一些重新的设计, 那房子的话呢,都三四百平米的房子,就是二三十万美元,所以的话呢,就是因为它就是本地人,在消化本地人的这个房子, 所以那房价的话呢,应该说,从比起来金融危机之前,那个时候的话,还是再低,还是比较冷僻的, 所以我记住了一个词,两位说的非常好,叫新资金,新资金越活跃的地方,可能我们投资的区域就越准确, 说完了区域,我特别关心一个持有成本,就比如说在中国买房子,我们已经习惯了贷款,或者说是税费的一些一个习惯, 那在美国的话,我据说,听说也可以给外国人贷款,那整个的一个持有成本,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高,交什么费用, 在美国的持有成本,一般来讲房地产税,就是real estate tax, 一般大概1%做一个标准,有些城市会比这个低,0.8%,0.7%,但是有些城市会高到将近2%, 尤其是在东部,波士顿,纽约,一年交2%,那非常高了,那非常高的, 再加上其他的还要修修换换,2%的3%的持有成本, 如果你租金,能够收到5%,6%的话,扣了3%,也只有3%的净收入了, 所以是算好的, 在美国,3%的收入不如中国理财,那肯定没有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在美国的地方, 所以我说,如果你要是找到非常好的,现在价位非常低的,那当然投资性非常好, 再不然你如果要长期持有,比如说为孩子上学买房的话,那你就一方面要考虑到持有成本, 以及还有你孩子本身是不是真的能够上哥伦比, 说到这里看到您的项,我就想问您朝底买的哪儿啊,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我应该这么说,其实80年代我在美国居住, 一到90年代的时候,那段时间正好是美国房地产往下走的时候, 我在波士顿1986年买的房子,当初是13万买的, 1993年94年脱手的时候,只卖了8万块钱, 可是1996年如果我不脱手的话,那个同样的房子20万, 今天我上网去查我原来那个房子40万, 哇,30万到40万,那就相当于15倍, 美国的房子呢,像我们的房子现在的话呢, 这么长时间一直是持续上涨的状态, 美国的房子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基本上就是波浪型的, 涨涨跌跌,涨涨跌跌, 所以的话呢,可能这10年就涨上去了, 下一个10年又跌得很厉害, 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 它持有是不是一直上涨的话, 这是存疑的, 你就是拿资金回报力来讲,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纽约上农期一套一时一丁的公寓, 大概70平米, 大概应该是三四百万, 四百万左右, 平均下来的话呢, 应该是六万人民币, 那么这个四百万呢, 那么其实呢, 如果它租出去的话呢, 大概也可以租2000多美元左右, 2000美元, 这样的话呢, 一万多块钱, 看起来的话呢, 在比北京的话呢, 回报率要高一些, 但是, 还有两项费用, 一个是物业费, 非常个贵, 1000美元左右,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地税, 1000美元左右, 这两项加起来以后, 也就是基本上把你那个, 租金的那个部分吃掉了,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仅仅是想做一个财务投资的话呢, 在曼华顿买房子也是不划算的, 所以很多留学生到了那个地方呢, 经过仔细的测算最后的话, 还是觉得租房子合算, 你说的那给两岁的那个孩子买房子, 那是属于富翁, 土豪, 土豪嘛, 那五钱咱就买了, 对, 好, 除了土豪之外呢, 你刚才说到租房, 也是我们大家惯心的, 就比如说在美国, 将来孩子上学也好, 有各种需求也好, 租房和买房之间的一个性价比, 你们怎么分析的? 如果说学区房的话, 那我倒觉得还是可以考虑投资这种, 买了房子以后让他出租的, 这个回报率是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到8%, 像亚特兰大, 大概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有朋友去找我去, 保证8%以上, 就是扣掉其他的这个汪不当当什么其他的费用, 所以我非常动心的时候, 但是有些亚特兰大比你这件事, 他太远了, 无论要修个房子还是做什么事, 包括跟律师签个什么东西的话, 那还是很麻烦, 所以我就没有, 但是亚特兰大我知道, 肯定在美国在整个, 我们刚提到这几个城市来讲, 它不算是长得很厉害的地方, 那就是因为它还是属于底部, 而且学校旁边又很好, 像这种学区房的概念, 你刚刚一开始说的, 我觉得在美国是绝对适用的, 学区房还有在其他的, 比如说科技跟它有关系的, 这个还是我们得说, 你要是买了还是比猪要好, 但如果说是不是这种特别的学区, 或者可能是自己想要住的话, 那我觉得你的租还是比较划算一点, 就是如果算投资的话, 还是买, 而且买那些资金量比较活跃的地方的一个房子, 如果说自己真的是要用的话, 说不定租更合适, 那据说呢, 加州有的房子呢, 已经涨了30%了, 在最近的一两年时间内, 那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尤其是科医的政策在存在变数的时候, 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 稍时休息, 我们继续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晚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们关注的是海外的楼市的投资,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市场,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个洛杉矶啊, 旧金山啊, 这样的一线城市, 涨势非常的火爆之外呢, 很多二三线城市, 现在也是海外投资者关注的一些焦点, 因为涨势还没那么大, 大家投资起来还比较的有信心, 到底这个市场如何, 我们再通过小片来关注一下。 你这多少平米啊, 多少钱啊, 多少钱啊, 50万, 50万, 400万都不到啊, 对, 北京那个, 二黄那俩厕所, 我也得买一个, 不错, 于是, 这几年, 一大批中国人开始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不仅是在纽约, 洛杉矶这些热景城市, 西亚图, 圣地亚哥也都出现了中国买家的身影, 2013年, 中国买家在豪宅云集的西亚图华盛顿湖边, 购置了数栋房产, 地产经纪人约瑟夫帮助成交了其中的六栋, 约瑟夫带记者参观的这座豪宅近2000平方米, 目前售价900万美金, 约合人民币5400多万元, 属于中等偏向价位, 除了宜人的环境, 房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中国式的需求, 美国加州花人较多, 而且是美国太平洋口岸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在加州投资房产, 大家都往洛杉矶往拉斯维加斯去, 现在洛杉矶价价价已经炒得很高了, 现在已经他们开始就是要想来圣地亚哥了, 圣地亚哥是美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与上海美国相当, 但房价却大大低于上海, 并且外国人也可以贷款买房, 因此吸引了大批买房客, 圣地亚哥现在房价的话, 就是今年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它大概有上升15%到20%了, 根据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数据, 经季节性调整, 2013年8月, 美国房价同比向涨8.5%, 环比向涨0.3%, 截止到2013年8月, 连续19个月上涨。 这么高的一个涨价, 除了海外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看好之外, 相信美国经济的一个复苏, 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像吸盘一样吸着海外的资金, 但是涨了这么久了, 洛杉矶都涨了30%以上了, 大家就会说QE政策变了, 那未来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楼市? 我觉得QE政策在预期的变, 而且大家早就知道它要变了, 以前我们讲的QE3要退出, 好像造成房价会大跌, 但是过去这两个月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QE即使在今年退出的话, 对美国房价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而且相对讲起来, 由于人们预期这个房价还会继续在涨, 至少超过2008年07年那个最高的点风, 其实值日可待了, 这20%再涨15%到20%这么一个预期, 在未来两年里面可能还会吸引, 在目前一段时间里面更多的亚洲或者中东地区, 印度的人到所谓美国这种移民居住的地方去了, 但如果你不是到移民居住的地方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少去, 因为我看过的很多城市, 包括你刚刚讲的伊利诺, 笛特律, 这些城市大概还是少碰, 对, 预期上涨, 说的那么坚定, 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倒是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去美国买房子的话, 跟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涨涨跌跌没关系, 他就是有出仇, 他是这样, 一方面的话, 就是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的话, 他那个价格不是高不可及了, 另外的话, 现在孩子在美国留学的很多, 很多人的话, 也在美国会有生意, 所以的话, 在这个时候, 既然我在北京的上海的这房子已经这么贵, 我为什么不把下一套买房子投资, 我在美国有一个窝, 这个时候, 我出租也好, 孩子以后工作也好, 他就是做一个投资, 所以的话, 他反倒不受美国房地产涨涨跌跌, 就是因为实力强了, 土豪有钱, 所以的话, 这房子必买不可, 说你的这个答案里面, 我分析出两个原因,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经营生意上的吸引他们, 既然两位都说到预期上涨了, 我就在接下来问, 预期上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既然这么坚定的看涨, 我们对这样一个海外投资的需求, 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聊房子, 根本不是聊房子, 对,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 资本向外溢出的这种冲动, 是自然而然的, 每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包括欧洲的国家, 包括日本, 包括东南亚, 包括我们现在, 总量上来说, 其实真的是不多, 但是现在的速度非常快, 去年的时候, 我到美国去开一些会议, 开的时候是学术性的会议, 中介来找你了, 结果不是, 在中间的话, 不断的有中介, 就是有经纪人的话, 我要在大会上发言, 然后我掏钱, 那么最后的话, 这个会议的话, 都变成了卖房子的会了, 那么有新的经济体, 一旦增长起来以后, 它这种需求就会像爆炸式的增长, 所以的话, 美国的经纪人熟悉这一套, 所以专门要把房子卖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广告一多了, 接触一多了, 你就觉得大家都在美国买房子, 但总量上来说, 没那么多。 有很多人说, 美国楼市现在为什么这么吸引海外的投资者, 不是源于他房子的质量, 也不是源于他土地的产权, 而是因为他内生的经济复苏动力, 现在的税月率已经降到了7%以下, 所以更多的人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产生了乐观的一个情绪, 那投资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的每一个想要投资的人, 可能都要精打细算, 都要学习, 毕竟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 那最后呢, 我们再听听大家对投资美国房地产市场, 有什么新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